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14号星期二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川普惊雷 签署香港自治法,取消香港特殊地位 今天看上去像一个普通的下午 但是川普总统今天下午5点半在白宫玫瑰园召开记者会 宣布两件事,第一个签署香港自治法,第二 签署行政命令,取消香港特殊地位 我先把这个新闻讲一遍,然后我们来分析 川普总统这么说,他说今天我签署了一项法律法案 和一项行政命令 让中国对其压制香港人民的行动 承担责任 我今天下午签署的 香港自治法在国会无意义通过 这一法案给我们的行动当局提供了强有力的新工具 让那些参与扼杀香港自由的个人和实体,承担责任 我们看到了发生的事情 情况很不好 他们的自由被剥夺了 他们的权力被剥夺了 我认为香港也会随之消失 因为他 不再能够与自由市场竞争了 我今天还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终止 美国对香港的 优惠待遇 香港现在将与中国大陆享受同等待遇 没有特别的权 没有特殊的特权 没有特殊的经济待遇 不能出口敏感技术 那么川普总统大概就是做出一个这样的宣布 然后剩下一半的时间,川普总统在陈述了 美国对抗疫情,武汉肺炎疫情的取得的成绩 和付出的努力,这是第一 第二呢,另外一半时间就是在抨击 抨击拜登的中国政策 这次川普对拜登的抨击非常狠 从拜登儿子的 经济问题一直讲到拜登的亲共立场 全面抨击,讲了很长时间 那么后面到了记者提问的时候 记者的一个问题 提得非常厉害,这个记者不知道是哪个报社的,我没看到 他这样问,他说川普总统最近一次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是什么时候 那么近期有没有和习近平通话的计划 川普总统这么说,他说我最近没有跟他通过话 没有,我没有跟他通话的计划 这个话问得非常到位,这个记者很厉害 然后接着就有一个记者问 这个 说这个白宫曾经给美国公务员突修基金发过一封信 要求他们重新考虑 这个投资这个 投资这个跟中国军事 军工企业有关的这个投资项目 那么然后他就问川普总统会怎么样去扭转这个形势 川普总统回答的很奇怪,讲了几句就开始 就开始转到哪 转到中国购买 购买美国玉米上面来,没讲几句话就转过去了 然后一直讲中国买 中国买玉米,讲了五六分钟 然后他就结束了 我估计他不想让大家 继续这么问下去 那么这个新闻大概就是这样,我跟大家讲一下 香港自治法还是跟大家再讲一下 香港自治法 其实是民主党跟共和党 的一员 同时提出来的,共同提出来的一个 参议员 一个民主党的参议员,一个共和党的参议员,联合提出来的 香港自治法 所以你看他们联合提出来的香港自治法,基本上 这个法律就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6月25号,香港自治法全票在参议院通过 然后7月1号 众议院全票通过 然后7月2号 7月2号应该是 双方合并版本 然后再次全票通过,就是 又回到参议院跟众议院分别 投票 然后全部通过 然后再交给 交给川普总统 应该是3号交给川普总统,所以今天是最后一天 就是14号 14号如果川普总统不签署 这个法案10天 就自动生效 时间应该是这么算 那么这个法案为什么重要呢,这个法案是这样的 这个法案授权美国政府 以这个金融 等制裁手段惩罚实施 港版国安法 侵蚀香港自由的中国大陆和香港官员 镇压香港示威者的警察 以及制裁对象 以及制裁 和他们进行这个业务网癌的实体 这个其实是影响非常的大 影响非常的大 因为他不仅仅是制裁这些人 不仅仅是制裁中国官员和香港这些 这些高官,还包括警察这些 他制裁什么呢,制裁和他有业务网癌的实体 什么意思呢,我举个例子 林郑月娥 林郑月娥在银行开账号 比如说他在汇丰银行 这个法律一通过 比如他在汇丰银行有账号 汇丰银行就会找他 说这个 特首,我们是不是把这个账号结一下 为什么 如果 如果林郑月娥在汇丰银行有账号 那么 美国政府就有可能制裁 汇丰银行 因为他有业务网癌 这符合 符合这法律的规定,所以这个法律是很厉害的,非常厉害的法律 那么这个法律的制裁分两级 对这个破坏香港自治与自由的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官员 实行一级制裁 那么对所有 和他有业务往来的金融机构进行二级制裁 然后违反制裁令的 最高判20年 罚款100万美元 这个非常厉害的 然后他有九个措施 九个措施我就不读了,大概就是 很简单,就是 财产 签证 金融服务,就是金融往来 主要是这三样东西 那么这个 这个法案,之前美国参众两院都通过了一个 香港民主和人权法案 那个法案相对来说就比较温和 就没有很严厉的措施 这个法案就相当严厉 非常严厉 这些 这些金融机构现在都在发抖 一定是在发抖 这是第1个,第2个 取消香港特殊贸易地位 是什么意思 那么我跟大家讲一下 影响更大的是什么 影响更大的是这个 这个更大 基于香港主权回归中国,那么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 高度自治,美国在1992年通过了这个香港政策法 那么在金融交易移民和贸易等方面,那么美国对香港实施不同于中国大陆的待遇 这就是 我们今天讲,取消香港特殊待遇,待遇是什么,就是这个待遇 那么特殊待遇 通常讲的是什么,通常讲的是四个方面 四个方面 第一 独立关税区的地位 那么 美国承认香港是一个有别于大陆的 独立的关税区 不是和大陆同样的关税区 所以他对香港采取 不同的关税政策 那么不同的关税政策 那么香港才能够成为一个自由港 自由港 那么自由港 零关税 然后就是独立关税区的地位 所以香港贸易发达,其中有一个条件是什么 就是零关税 没有关税 然后他就是个自由港 那么他成为 全球的贸易中心 航运中心 的前提就是这个 这是第1个 第2个 美元与港元自由兑换 然后港元与美元挂钩,实行连续汇率 资金自由流动 不受外汇管制 第2条是什么 第2条是香港建立 整个金融中心的基础 那么就是 就是 美元和港元自由兑换 连续汇率 然后资金流动自由 然后就是什么 没有外汇管制 这是香港金融中心的前提和基础 没有这个 香港就不会成为一个 亚洲金融中心,这是第2条 第3条 特殊的签证政策 就是 香港和美国互免签证,履行互免签证 基本上就10年 10年免签证 香港人去美国10年签证,都是这样 第4个,这个也非常重要 第4个就是香港不受 巴黎统筹委员会禁运和贸易限制 这在什么时候最关键 其实这个地位 香港就是因为有这个地位,那么他才能够 他才能够做到成为中国 对外的一个窗口 那么大量的,就是说每年 香港对美国有巨额的 贸易顺差 贸易顺差,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因为 贸易赤字 贸易赤字,讲反了,贸易赤字是因为 中国是通过香港 去买 受巴黎统筹委员会管制的很多产品 这件事情美国知道吗?美国知道 他只不过有的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就没有去管他 但是 他买的那些东西呢,有些是受限制的 但是通常 太敏感的技术也不会给他买,大概是这样 巴黎统筹委员会正式的名称叫输出管制 统筹委员会,他因为在巴黎成立 是二战结束以后,西方国家 针对社会主义阵营,实行禁运 和贸易限制 这个委员会其实是不公开的,不公开也没有签订条约 它是一个非正式的国际组织 1950年1月开始活动 1994年3月31号 正式解散 正式解散 然后他所规定的禁运的物品的 列表 后来被叫 瓦斯纳尔的协议所继承 那么就有另外一个新的协议 把这个东西继承过去 那么在美国呢,根据巴黎统筹委员会的规定,美国制定了这个出口管理法 然后美国商务部在根据出口管理法制定了出口管理条例 所以这就全部都是对 这就是冷战,冷战就是要调整整个国家的体制 才能够进行这些动作 那么 如果 香港特殊地位被取消了,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们刚才讲的四样 独立关税区,港元自由流动,港元和美元 自由兑换,然后签证,然后就是贸易限制 这四条 都会 没有 都会消失,这四条 全部都会消失 这四条消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第一 香港金融中心 在地位将遭遇灭顶之灾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讲 川普总统是 我的标题是川普惊雷 川普惊雷是什么意思 川普惊雷并不是讲他 有故作惊人之语,不是的 川普惊雷讲的是 他今天的这个动作 他今天的这个行为 他是个影响非常大的一件事情 那么第1个 香港金融中心 地位将遭到灭顶之灾 这是第1条 第2条 香港现有的金融基础设施 将不复存在 香港现有的金融基础设施 将不复存在,这是第2条 第3条 香港现有的经济制度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为什么,因为他有很多 维持现有香港经济运行,金融市场运行的 条件一下就不存在 所以为什么川普这个动作 影响大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讲 川普今天签署的这两个法案,一个是 香港制止法,一个是行政命令,这两个一签下去 风起云涌 发生在香港,就是我们以前 讲的,香港即将发生的事情 那么就真的发生 那么就是真的发生了 这个影响非常的大 影响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今天取的这个标题叫 川普经纳 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今天我看到有网友说 王先生终于要表扬一下 川普总统 那我没有这样的资格,但是我 我今天 高度肯定川普总统今天的这个行动 那么 这也是 这也是众望所归 众望所归 那我们今天就分析一下,分析一下,第一 川普总统的这个行动非常重要 影响深远 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 那么 我之前一直在讲,从川普总统手上,从去年 从去年川普 川普总统开始 从贸易战开始,贸易战实际上从贸易战到现在 川普总统真正的下重手 有实际影响的 针对中国的实际影响的措施 其实只有一条 就是关税 其他那些 什么签证啊这些,我觉得都是毛毛雨 根本不是事 最重要的是关税 关税那是真正的痛 打上去了 一棍子打上去了,那是非常痛的 有真正 这是影响全局性的措施 那么从关税措施 到现在,一直到现在 今天川普总统签署的这两个 法案 那是有实质影响 影响深远 这棍子打下去 那真的是影响非常的大,非常痛 会非常非常的痛 这是第1条 第1条 第2条 我今天看这个记者会 感觉川普总统今天在记者会上,话风不是特别犀利 感觉他讲话有点疲倦的样子 中间特别是讲 讲疫情啊,讲这些,你看他的这个 神情有点 有点疲倦,感觉有点疲倦 这是第2条,第3条 当然 大家都会说一句话,就是今天川普总统不签 那么 今天凌晨午夜,叫紫夜时分 这个法律也就生效了 但是川普总统还是签了 签的是什么意思 两个意思 第1个,明确表态 我是支持这件事情的 这是第1件事 那么中间为什么不签 那我不知道 但是至少 到最后一天签 第1个,表态 表什么态,我是支持这件事,我是支持香港人的 但有这个表态,我觉得一切都够了 一切都够了 之前说的所有的事情 都一风吹 都一风吹,只要他签了 现在,之前说的所有的 怀疑质疑等等,一切的一切 都一风吹,这是第1条 第2条 他不仅仅签了香港自治法 然后他兑现了 5月28号,5月29号 就是也是在白宫玫瑰园 他的这个记者会上,他当时是 5分钟 5分钟讲话 讲话扭头就走 他上面讲得很清楚 他我会安排 逐步的取消香港特殊待遇 那么他5月29号 一个月,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 川普总统做到 所以这川普总统 我仍然是坚信川普总统 言而有信,说到做到 这个我是相信他的 这个我从来不怀疑 我从来不怀疑川普总统 说出来的话做不到 我很少 至少在我这个领域 在我这个领域是这样 所以 我只是在等待而已 这是第3 第4,大家也可以看到 川普总统在签署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反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作为我,像我这样的一个 就是来自中国的人 在看待川普总统的这个 行动的时候 其实我的感触是什么 我的感触就是 在美国推动一个政策的 推,一个政策的推动力来自两个 第1个民意 理解吗 为什么 你看 香港自治法是什么 香港自治法是 参众两院通过的一个法律 参众两院这些人是什么人,是议员 议员是什么,议员是民意代表 民意代表通过了一个法律 希望政府去做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是什么 是人民期望他去做的事情 所以 参众两院国会 推通过这个法律,他反映的是什么 反映的是民意 民意希望 政府去做这件事情 就像什么,就像去年的这个 香港人权法案,香港 民主与人权法案,一样 也是参众两院同时 一致通过,无意义通过的法案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 人民希望政府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川普总统 就签了 他拖到最后一天签 也有一个什么意涵 这里面有一个意涵 就是 行政,川普是行政,行政部门,政府就是行政部门,政府 不希望 不希望议会 侵犯他的权利 侵犯他的行政权利,干涉他的行政权 总统会有这样的 疑虑 就是说 民意代表们利用民意的支持 干涉政府的权利,有这样的 担心 所以 也有这个意涵在这里头 所以你看 推动美国政策的第1个动力是什么 就是民意 第2个动力是什么 第2个动力就是 三权分立的制衡的体制 这三权分立的一个制衡体制 司法行政 立法 三权分立的这种制衡体制 推动一个法律 推动一个政策 往前走 所以 一个政策出来没那么快 他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就 和独裁政权有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就在这里 独裁政权一拍桌子 搞 所有的程序都没有 没有,程序正义在 在所有的极权国家不存在程序正义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讲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特征不明显 就是当一个国家,他对程序不尊重的时候 也就意味着他的制度不可靠 程序不被尊重,制度就不可靠 制度不可靠,国家是什么 国家归根结底就是制度 如果制度不可靠 那么这个国家就不可靠 所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国家,他的国家特征 不明显的原因,源自哪里 源自于他的体制 源自于他的政治 政治的核心 他独裁 就是个原因 这是第四个 第五个 大家记不记得 上个周末 香港的民主派 刚刚完成一个初选 这个初选 这个初选 有61万香港市民,登记选民 去投了票 支持他们 支持香港的民主派 这是一个 九月份香港立法会选举的预言 那么 也是香港民主派的一种抗争手段 也是香港民主派的一个竞选 竞选手段 那么这个中国大陆,从港澳办到这个 这个 这个叫什么那个 驻港 驻港代表 都在那里 说,说他违反这个国安法 看见没有 国安法就来用了 但不管他怎么打压 香港人的抗争 没有停止过 没有退缩过 所以 香港人民持续的抗争 和他们在国际 国际舞台上的 寻求 国际舞台上的认知 和支持的行动 也是今天 川普总统采取这个行动的 条件之一 如果香港人不抗争 沉默 我觉得 今天的这个结果不会出事 不会发生 不会有结果 所以 在这个问题上,我非常的 我非常强烈的一种感觉,是什么感觉就是 两条,第1条 香港人之所以得到国际社会的 认同和支持 香港人的抗争,为什么会得到支持 这里面反映了一个,反映了普世的价值观 第2个 反映了这种不屈的精神 这两件事情 香港人才得到了 全世界 全世界这个 叫什么 民主国家的支持 这是第1个,第2个 香港未来会怎么样,没有人知道 从现在开始 香港进入一个未知的领域 香港的明天是怎么样 我不清楚,我也不了解 因为 这边有无数的变数 很多很多的变数 但是不管香港未来是什么 未来会变成什么样,或者未来会遭到什么样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香港人的抗争 持续不断 非常令人敬佩 所以我呼吁 我们的网友 只继续 始终不渝的继续支持他们 任何方式 任何方式 支持他们 这个我觉得 无论是道义上的 还是 从各个层面来说吧 各种层面来说,我觉得他们都值得 值得所有的海外华人 对他们提供支持 包括 中国大陆的网友 提供支持 好吧 好,我们今天 我们用非常 非常有效力,我们今天把这个 今天的主题就讲完了,讲完了 我希望我们今天的有更多的时间可以互动 那么 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我在这里澄清一下,今天上午有一个 我们讲到这个 中国开始 取消海外华人的户籍 有一些海外华人 当发生两件事情的时候 他的户籍会被取消 第1个 他加入其他国家的国籍 这是第1个 第1个条件 第2个条件就是 他在海外其他国家 定居 定居他有两个条件 这两个条件我已经不记得,大家可以看上午的节目 直播一的节目 那么 当这两个条件发生的时候 他的户籍就会被取消,那么现在 在 6月2号开始 6月2号开始,这个公安部部署各级公安机关 开始进行户口清理 全国性的 户口清理 户口清理其中有一条 当然有很多条 跟海外华人有关的是什么 就是我刚才讲的 其中有一条 如果发现 一个就是获得其他国家的国籍 或者是在其他国家居留 定居 这两个条件 那么他的户籍就不会 就会被取消 那么我们在讲到这里的时候,有一件事情 发生了变化,我在这里澄清一下 就是身份证 那么在此之前 在我知道的 情况之前,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虽然 你的户籍被取消了 但是你的身份证还能使用 用到什么时候呢 用到你 身份证要换身份证,换新的身份证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因为你没有户籍,你的身份证可能就没有用 就失效了 失效了 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现在的情况就 如果你现在去 取消户籍,或者是现在取消你的户籍 同时你的身份证会被取消 现在发生,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不知道 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不知道 但是现在的操作就是 如果取消了你的户籍,你的身份证同时会被 会被取消 这是第1个 第2个 之前发生的情况是怎样 就是 你的户籍已经被取消了,但是你的身份证,因为你之前取消了户籍 那么 当时的身份证仍然有效 那么这个情况会是什么情况呢 这个情况就各地情况不同 有些地方呢 就让你继续用着,你就继续用 有些地方呢 就往回追 追,往回追溯 就是说 你取消户籍的 他会 把你找出来,再把你身份证取消掉 各地的安排就有差异 所以大家要留意这一点 就是关于身份证 是不是继续能够用的问题 那么也就是说 肯定一条,就是现在 你被取消户籍的话 那么你的身份证肯定是用不了 那么这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一系列什么问题呢 比如说我在大陆 开了银行账号 我取钱怎么办 我要身份证取钱 你现在把我户籍取消了 我原来在大陆是有账号的 那么大家可能要尽快地去处理这个 你的这个 在大陆的银行里面的钱 尽快地把它转出来 否则的话你会有麻烦 至于说 你的财产的名称 比如说 我用身份证买的 房子 那么会不会我身份证被取消了 然后我的房子就不归我的呢 这个从法律上来说应该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为什么,因为 不管你的车子房子虽然用的是身份证,它只是来认明你这个证身而已 你拥有的这个证件,包括你的护照 都能证明这个人是你的话 理论上应该会有一些 一些程序,让你更换另外一个有效的 证件的 名称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大家可以去咨询一下律师或者是其他的 我今天就没有时间,因为实在没有时间去 跟进这个事情,请大家 网友如果有知道的,可以在我们回头在推特上再跟我沟通,或者是在 社区里面跟我们说一下 好吧 今天我就 澄清一下这件事情,就希望 这件事情影响非常大 影响非常大,所以也非常受关注,所以请大家 也尽量的 跟你们的亲朋好友打打招呼,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话 这个影响很大,要尽早的部署准备 以防 到时候真的麻烦大了,就是非常的麻烦,账上有很多钱 你没转出来,然后这个身份证没了 对 应该是还能取出来,但是肯定是很麻烦的 你没必要去面对这些麻烦,现在把它 转出来不是更好吗 是吧 所以这个问题 我澄清一下 好,我们现在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后呢 我特别也提醒,请大家尽量的点亮小铃铛 然后也给我们点赞,因为现在 大家知道,西分析得很厉害,那么五毛也非常的猖獗,今天好像 有很多五毛 那么他们来的一件事情就是点彩 点彩就影响我们的流量 所以请大家 帮我们点赞,另外就看看你的订阅还在不在 把小铃铛点亮,好吗 帮我们分享一下视频,OK 好,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 那么三个 情况、问题、观点,好吗 OK 谢谢 Keep up the good work,Mr. Wong I really learn a lot from you My Mandarin is also improving,thank you very much Take care and stay safe 谢谢 这个是读恰吗?我不知道怎么读 谢谢,请王老师喝杯红酒庆祝 川普终于来点干货了 川普总统,我觉得 我没什么说的,我没什么话说,我觉得挺好,我很赞赏 谢谢 打卡英国,谢谢 姥姥王,向大家问候,开车听讲 谢谢,谢谢姥姥王 谢谢,王老师辛苦,我和我太太每天听您的节目 您的正直令人感动,感谢您的付出 也谢谢你的支持和肯定 余子姿子,谢谢 谢谢,打卡新西兰,感谢王生的节目,谢谢,杨一谢谢 请姥姥王专心开车,注意安全 好吧 谢谢,火点着了 公归全美国人 谢谢 王先生的节目一直很高质量,感谢 谢谢 谢谢你的肯定 哈瑞张,谢谢,打卡奥克兰 王舍辛苦了,谢谢 金秋,谢谢 王卢轩,谢谢 Patrick,长,谢谢 OK 我们现在开始互动 观点 川普签了,给香港画上一个伤感的句号 香港会变成什么样,不知道 是的 香港从今天开始 进入一个未知的领域,这个领域没有人知道香港会变成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先不要伤感,也先不要感叹 我们静观其变 静观其变 最好 因为 怎么说呢 我们过去 过去半年来,香港的事情让我们真的 伤心了很多次,很多时候晚上睡不着觉 但是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非常坚强的挺下去 你想一下 香港有几百万人 香港有几百万人 有两百万人上街 那么有那么多人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他们仍然坚强 我们没有理由 不坚强 所以我们要 非常坚强的站在他们后面,支持他们 这是我想 观点 香港毁掉了,没有民主自由安全的地方,成不了金融中心,是的 观点,又开心又痛心,开心乃罪恶遭到制裁 痛心为一颗明珠就此陨落 但愿恶人吸取教训,不要让悲剧再次上演 提问,王老师觉得川普今天的实际行动 从一到零 从一到十,一是温柔的,二十是最激烈的 王老师打几分 我不打 为什么 这是一个,川普总统的这个行动 他关系到非常多的人的生机 你想一下 你把这个政策往后,往穿透去看 后面是一个个 家庭 一个个人,活生生的人 所以 在这件事情上,我不想做这个游戏,这个游戏我觉得 不严肃 不严肃,我不想做 突发新闻,纽约时报将其香港数字新闻业务 签到韩国首尔 香港国家安全法通过之后,第一家国际媒体离开香港 他去首尔 真的很 很独特的想法 纽约时报去首尔 OK 很有意思 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为什么去首尔呢 难道他觉得 朝鲜半岛未来会的新闻更多吗 不是应该是在海峡两岸吗 他应该去台北呀 要不去台北,去首尔,也有意思 也有意思 观点,今天很高兴 一方面川普这个惊雷,另一方面ICE撤销了 留学生只上网课,必须离境的行政命令,让我对民主制度三权分立又充满了信心 观点,今天川普说,他觉得很多人会离开香港 这是鼓励港人出走 OK 提问,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是因为被美国宣布脱钩 而一下消失 还是从各国家 渐渐减少金融往来 或人才凋零而慢慢消失 他不会一下子消失,他肯定是一个过程 他肯定是一个过程 提问,对香港的金融中心是否有毁灭性的影响 对世界金融带来 连带受损吗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的问题就是 你肯定会有一家,一个地方 去替代香港,因为你看嘛 香港他是这样的嘛 纽约,伦敦,香港,他就是这样 香港收市,然后就到了 香港收市,纽约开市 纽约收市,伦敦开市 资金就不休息嘛,资金就一直在跑 全球跑 这就是资金链,就全球 金融市场资金链,他就一笔钱,我100亿美元,那就 今天在香港,明天在伦敦,后天在纽约,反正一直在跑,炒的 100亿 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 这就是 那么香港如果金融中心不在了,那可能有另外一个替代他 那么也就 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假设东京或者是台北 替代他 那么就跑到,钱就跑到台北,台北再往下跑 就这样跑 那么 世界金融受损,那会受损吧,因为都是跨国公司 所有的金融集团都是跨国公司 都是全世界做 他会当然会有影响 提问,以前听老板说,有些设备老美不卖大陆 在香港找个中间公司买 以后这条路是不是断了,这条路早就断了 其实早就断了 但也没早多久 我估计也就是一年左右 但是我相信应该是从今年开始 香港这条路已经掐死了 已经啥都不让卖 今年开始 应该是 去年可能就已经开始收紧了 今年就基本上掐死了 观点,签证取消对香港人有点不好,希望能够对BNO持有者 新的签证政策,让他们能够来美国 观点,特地到国会网站查询了近年针对香港 台湾,新疆,西藏的正式通过的法案以及总统签署的过程 按照时间顺序 后面单独发,根据以下事实,法案送达后 签署的快慢并不能显示川普的倾向性 比如台北 八个工作日后才签署,并不表示他对台湾 政策的支持不足和动摇 按照这样的节奏,下周一 签署法案在合理范围 重发 上次王老师没被读到,OK,我读到了,现在读到了 我觉得还是有区别 当然有一些他的考虑,我什么时候签 我怎么签,什么情况签 让媒体,让不让媒体来,有的时候川普签一个法案 那后面占一排人 占各种各样的人 他有各种各样的考虑 但这些考虑都是出于政治的需要 你说完全没有关联 我不同意,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你说川普总统最后一天签 有没有其他的意涵,或者是完全没有意涵 也有可能,因为我毕竟不是,我没有去问过川普 我只是我的 判断而已 观点,王先生可能不知道美国养老金在国会通过法案之后 以后进入美国,所以川普也在等待他们退出来 在行动 而严博士的采访在星期五也是和今天 配合川普 下一步就是追查 病毒更大的制裁 美国养老金 你说国会通过法案 通过什么法案 你搞错事实了吧 美国养老金退出中国市场 需要多长时间 就是一个按钮 就退出了 理解吗 所以 不需要等待 如果 他对 他对美国退出金的有真的有 法律通过的话 他就是一个按钮就退出来了 没有那么复杂,没你想的那么复杂 川普在等,你说川普在等他的行动,这不是真的 情况 墙内标题是 特朗普签了一张废纸制裁中国 你看看喽,看看你有多痛喽,你不要说那是废纸 观点 港元美元迟早脱钩,因为跟A股一样,可以随便操控 我没听懂你什么意思 港元跟美元脱钩 跟A股一样随便操控 它是连续汇率操控什么 连续汇率不需要操控 它是个机制 问题,香港自治法签署以后,是否港币不能自由兑换美元 在香港银行的美元还能自由汇出香港吗?我不知道现在 为什么 现在是这样 川普总统签署了行政命令,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 然后他的行政部门,就是川普政府,美国政府 要根据这个行政命令,一项一项一项把那东西拿掉 那么什么时候拿掉 港元和美元的自由兑换呢,就不知道 所以这个我们现在还不清楚 肯定这是一个过程,又是一个过程 美国政府就是做事情,就是 每一件事情,舆论准备,然后大家都知道,然后 讲理由,讲原因,讲影响,最后我做了哈,做了哈,做了 所以他需要绝对的力量,绝对的力量悬殊,他才能赢,道理就在这里 情况 广东某部某些部队,在一些偏远的辖区 正在每天加班加点,做监狱 朋友做不修钢工程的 部队做监狱 为什么做监狱 加班加点,做监狱是什么 做监狱 监狱不是要盖的吗,不修钢工程就把监狱给干了 你能详细的,讲详细一点吗 观点,中共今天或不担心 英国把华为5G排除干净了 在棺材上又加了颗钉子 今天这个事,这是个大新闻 这是个大新闻 情况,环球网公开造谣,意大利电信决定采购华为5G设备 事实正相反,意大利 电信决定5G合金设备 采购,排除华为 OK 情况,坐标新西兰,好久没有新西兰的消息了 用小米手机看Fox News 闫丽梦的采访,浏览器直接显示,根据国家法律,此网页禁止浏览 身在海外都不能避免 这是推荐大家 用在海外购买的外国品牌 你还在用小米手机吗 我劝你不要用 情况,我在香港的一个朋友一直在用WhatsApp和我保持联系 原来都非常自由的聊天,但是最近朋友越来越小心 非常敏感的会留言说,已经已越速删 我还被告知现在香港已经完全透明了 任何一个APP的使用都需要非常小心谨慎 香港正在迅速变成大陆的状态 我觉得是香港人的警惕 香港正在迅速变成大陆的状态还没有 但是香港人已经开始警惕这件事情 警惕是阻止它发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所以我还不觉得香港已经变成大陆了 因为除非你不知道大陆是什么样子 提问,如果中国公司从美股退市 岂不是需要拿美元出来 能不能分析一下这个对中国外汇储备的影响 为什么拿美元出来,退市而已啊 退市不需要,它也不是私有化 大家记住 退市和私有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退市我就是 取消我的上市地位 不是私有化,私有化是什么 私有化是我把在外面所有的股票 全部买回来,花钱买回来 然后我就变成了一个非上市公司,我就 取消我的上市地位 那叫私有化 私有化跟 取消上市地位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 所以 跟中国的外汇储备也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要私有化,你自己掏钱,股东要自己掏钱 中国外汇储备又不是他的,他凭什么帮他掏这个钱 所以这个没有关系 那你说中国上市的中国国有企业 退市 不需要私有化呀 对吗 观点,今天ICE撤销的消息 让我深深感到一个 有纠错功能的体制是多么好,不怕出错 就怕错了 没有机制能够更正,非常正确 提问,请问王老师,香港自治法的签署除了美国 其他西方国家会出台类似的法案吗 这些动作是否会加速西方与中国的脱钩 其他的西方国家签,就是通过这个法案没有用 为什么 因为只有美国能够金融制裁他们 那么香港自治法 香港自治法,这样的法案 其实核心是什么 核心是制裁 制裁香港高官和中国高官 那么为什么美国可以制裁,而其他国家制裁不了 因为美国有美元结算系统啊 美国握着美元结算系统这件事情 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得听他的 因为不听他的,我就不让你用美元结算,这个金融机构可能就死掉了 所以他有这个,我一直在讲 美国在金融领域的霸主地位,无人能够动摇 他非常强大,原因是在金融领域的,我们只讲金融领域的,他的霸主的地位 因为美元,美元的这个 叫结算货币的地位,或者 硬通货的地位 让他有这样的权利做这种事情 那么其他国家能不能做 你制裁他啥,你用什么办法去制裁他呢 如果你没有办法去制裁他,你通过这法律没有意义啊 是吧 观点,目前有人宣传推翻中共要靠大陆人自己 与香港台湾没有关系,大陆人不知反抗 活该被压迫 香港台湾只求自己 中国管好自己,不要干预他们,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五毛论 推翻中共需要所有华人的努力,加西方势力的干预 宣传推翻中共只是大陆自己的事情,我觉得是在分裂 反共势力的五毛言论 而中共也永远不可能放弃要管理全世界的决心 那当然 肯定是这样,把你们切开 切开切开,你们最好不要团结在一起 香港人如果 没有想办法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那么香港 就不会有今天的这个 揽炒的这个结果呀 对吗 所以 这个网友说的非常的正确,中共 五毛他想尽一些办法 一个,让大家分开分裂开 第2个 让大家不要管国内的事情 其实讲到底,他这个理论核心的问题,你们不要去管大陆的事了 那是大陆人自己的事情,你们就不要去管了 活该,他自己都不反抗,你帮他干啥 就是这样的话,这样的话都是屁话,不要理他 情况,我家就在 水利电力部旁 每到汛期前,水利部门里面 和街外面停满豪车 都是来申请防灾设施工程 经费的,据说 就是要把 设施建成豆腐渣,这样每年都能要工程要钱 汛期后就是各地上访,灾民露宿在 水利部的旁边的草地上 很是可怜,每年不变 这无耻成这个样子,真的是 提问,我和朋友在关于闫丽梦的事件上发生严重分歧 朋友多数认为,其没有提供新鲜的爆料 是被人炒作 我则认为,在英文世界,逻辑和证据十分重要 闫博士作为证人和专家的身份 将土共的追责,由口水战升级到严肃审判的程度 请问王先生怎么判定 我非常支持你的观点 你可以看到在推特上面,有一票 有一票大V,就跳出来 跳出来质疑这个 闫丽梦 那么这种人,大家直接拉黑就可以了,不用看他了,这一看就是 就是外宣 一定是 这就是关键时候了 明明知道,他一跳出来谁都知道他是大外宣 但是还要套出来,为什么 就为党国效劳的时候到了,你拿了这么长时间钱,你这个时候不出动 怎么对得起那份工资啊,你也讲不过去啊,所以这些人现在全部出动了 无论是 推特 还是YouTube 这个时候在质疑严厉梦的,一定是大外宣,没有其他的人 一定是大外宣,我在这讲 我在这,我对我的话 负责 你说啊,我是什么,我是出于什么什么 各种各样的理由,什么理由都没有用 你就把他当外宣,你说啊,我是冤枉的 愚蠢也算外宣吧 那是愚蠢 如果愚蠢他都变成了大V 你觉得那可能吗 没有人是愚蠢的 所以我不相信 情况,和国内的同学 讨论了一下政治 是我高估了他们,几乎所有的人都被洗脑 言语不堪 却有高度统一 小初高12年同学 我很失望 有劲 退群以明治 你们 只做朋友不行吗,为什么一定要谈政治呢 那 我不是说大家要 我其实是蛮反对情商这件事情 情商这件事情 我觉得并不是一个 就是把 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作为一种 值得炫耀的事情,我并不觉得是这样 就说 跟自己的 同学、朋友 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政见 对吗 他是我的朋友,我们从小在一起 长大 由于他的生活经历 他的思想认知 他对政治的看法是这样,我的跟他不一样,我是朝这个方向 但是一点都不妨碍我们之间的友谊 所以 就像你和你太太可能 和你太太可能都有可能政见不同 或者是你父子有可能政见不同 为什么 我们大家的生活轨迹不一样,形成不同的政治见解很正常 这就是在民主国家应有的这种宽容 和这种包容心态 那么如果 我们政见不同,我们就要分开,那不是多少家人 得分开 亲人都得分开 所以我是觉得,我还是那句话 和你的亲友 你可以政见不同,如果你发现你们的政见不同,你就不要讨论政治 叙旧就好 对吧,这不容易的,这种情感是不容易的 观点,那个朋友说,做监狱的意思是应该是 国家在准备抓人,或者是为香港备见更多的监狱,估计有啥行动 做监狱是个很大的工程 我 我对这个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评论 情况 我父亲去世,我们去银行取他的存款 在我们所有继承人都到场,并且拿着存单 也知道密码的情况下,银行不让取 要求我们去做公证 各种证明 据说还要交遗产税 CCP的政府在收税的政策上是全面向西看起 但在返还老百姓的福利上就不看齐了 钱全部都在他们内部分了 是这样 提问 请问王老师 香港自治法案的签署,除了美国还有其他国家,这个我已经答过了 情况,我们三四线小城市,基本上出国就不给你退休金了 但是CCP的法律规定 你在中国退休的,无论你走到哪里都应该给你退休金 而不是出国就不给你,我妈退休金断断续续拿了几年,好像10年前就不给了 退休金 理论上 退休金你不管你在哪里,你都得给 不可以不给 不给退休金这是不对的,这是对,社保必须给,除非 人已经去世了才能停 你退休金嘛,你管我在哪里,是吗 观点,户口就是奴隶制,不让农民进城就进不了 需要农民工让你来 让你来,但享受不了城市的教育和福利 不需要了又驱逐低端人口 人少号召多生,人多计划生育 老年化需要劳动力又让生,这就是把人当牲口 非常正确 观点,川普今天这个动作 如果对他的选情和民调没有积极影响 那美国的民意 是否坚定制裁中国就要打问号了,选情也堪忧 我不同意 为什么 因为民调影响民调的因素非常的多,不仅仅是一个 不仅仅是一个,还有 一个跟他自己有关系 第二个跟他的对手有关系 所以 不是一个因素决定他的民调的,所以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情况,看到王老师问新西兰,目前新西兰还在闭关状态 疫情level1基本恢复正常 目前每天一到两例 海外输入案例 进关14天隔离政策,政府买单 73天没有社区传认 已经非常棒啊这个情况 是吧 你看新西兰现在这个情况还闭关吗 现在可以开始逐步的reopen了吧 情况 高考完之后便是地方事业编制 和老师编制考试 为了响应国家的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 很多编制考试都切断了 往届毕业生的就业机会 这让本来激烈竞争的考试变得更加残酷 很多多年的考生都被挡在门外或者是异地考试 其中无奈的只有当事人才会深有体会 考公务员那是 王先生这个有难度 疏于静而风不止 朋友在一起总要把酒言欢 三观就是 像个雷区 大家从此要小心绕过 就痛快不起来 那是有点难 那你要跟我学 我跟我的朋友就不谈政治 我们只谈儿女 谈生意 谈同学 我们就谈这些 可以的,如果大家有心的话,大家讲清楚就好了 这个我觉得没啥 你们可以试一试好吗 Ada鸣谢 我跟老公一谈到政治就吵翻天,几天不说话 现在尽量避免 避开这个话题 我觉得中国人真的要 中国人真的要 学习 学习怎么样在政治上包容 我之前讲过,中国人一谈到政治就要拼命 这是为什么 因为中共 中共的这种做法 那么一谈政治 那真的会死人哪,所以都要拼命 那么中国人就会对政治非常的敏感 所以政治认为是第一重要,其实不是的 政治永远 政治不应该在人当中最重要 人什么最重要 家庭最重要 家庭最重要 很多个人的品质都很重要,政治 不应该是最重要 重要吗,非常重要,但不应该是最重要 如果你生活的那个国家,政治对你来说是最重要 说明这个国家不是什么好国家 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可以把政治排到后面去,这个国家对你来说是比较好 我认为政治观点不同也可以做朋友,但支持中共和独裁 这并不是一个正常思维的政治观点 和这类人还是不要做朋友 好吧 鸣谢一下 谢谢 打卡横滨 有日本网民 穿总 叫汉子特朗普 我之前也盲目崇拜 看了很久,王先生的分析 感觉冷静了很多,感谢 情况,很多美国 夫妇总统选举之前分房睡觉 因为选择总统不同 但不影响过日子 是的 我觉得还是这样,我觉得应该 应该允许 就是你生活的那个国家 或者那个社会 允许大家有不同的政治见解 那这个国家 才是一个 靠谱的国家 问题,有一个同学在国外 博士后,毕业后拿到绿卡 但找工作不对口 最近考上 国内广东一个事的事业编制 该不该去,工作是否会受绿卡的影响 这个我不清楚 理论上 工职人员 他都工职员都不让 刚刚出来的那个工职人员法,你们对照一下好不好 看看对照一下,我就不知道这个情况好吗 提问为什么不直接制裁老大 总是打些狗腿子 好问题 谢谢 谢谢 谢谢,支持王先生 我们是60万分之一,谢谢,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 从去年反送中期间开始订阅 刚刚的新咖啡豆 哥斯大利家的水洗贝多芬 请王水一杯 昨天订阅了苹果日报,为香港加油,愿早日重见光明 加油 叶之秋 谢谢 提问 我大爱 王老师常居美国绿卡 在大陆拿退休金 那取消户籍还能继续领退休金吗 谢谢 谢谢 这个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呀 你交了社保 应该你一直都有退休金啊 凭什么不给你退休金 就算是没有户籍,我之前交的钱 都是有效的呀 不知道,现在很多东西不清楚 我了解了解,好吗 云在青天,水在平成,谢谢 月圆天心,谢谢,支持并见证历史重要的时刻到来,谢谢 Clarence 伪发,谢谢 美国取消香港独立关税区 全世界不应庆祝,香港人也要付出代价 但 带来安慰和正义,是的 不应该庆祝 我觉得也是 新官,谢谢 周明,谢谢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 小节目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